實力高雄市議員黃傑在議員會 直取韓國語專業的表現 讓她成為新一代的女神 不過有一些疑似韓粉 就在她臉書上面直接踢管 問她高雄市有多少支文字 這個題目顯然很無厘頭 不過黃傑還真的答得出來 直接就在底下寫著 目前已經有國家衛生的研究院 研發出一種智慧型多模態的補文機 0.07秒就可以辨識文字的種類 而且洋洋灑灑寫了一大篇 最後還寫資料來源 在台大公衛都在養文字做實驗的我 來聽看看黃傑怎麼說 也不會啦 因為我過去真的是在實驗室 做文字的實驗 所以也是有略略懂略懂這樣子 原來黃傑本身是台大公共衛生學系 以及社會系雙主修畢業 那麼透過這個照片可以看到 當時候包括她的家人 都去參加她在台大的畢業典禮 而她呢本身又是環境衛生研究所的碩士生 那麼之前在學校 其實就是在學習這個 蚊子的一個專業知識 而且實驗室都在養蚊子 也因此對蚊子議題特別的了解 那麼原本的這些網友是要來踢館 沒想到反而被黃傑這個專家給打臉 自然兩位都在行為 為了一道兩位 布林的女神 中國人的確實驗室 是 有